哈喽大家好 今天在这里去给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去看一些艺术的东西的一些就是一些总结吧 然后最近我其实对当代艺术挺感兴趣的 就是我原来其实也看了非常多 只是说没有那么系统的去看去学习 然后呢我最近就是跟大家分享了我的摄影到了一定的阶段了之后呢 我觉得很多东西不仅仅是摄影这一方面的东西 而是艺术呀生活呀诗歌呀甚至电影之类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整体 所以呢我也尝试去从其他的方面去学习更多的东西 但我现在慢慢会觉得摄影它只是一个艺术表达的一个方法 而不是本身去做一个就是摄影技术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最近我看了还是比较多的书 今天在这里去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就是我从这里面学到了一个就是激浪派的一个这个艺术的一个派系 那么我这段时间去看激浪派呢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我觉得激浪派它的其实出发点很朴素 这也是我准备的就是其他的vlog里面 就是艺术的一个出发点 包括艺术一些东西 它怎么来去判断它是不是朴素的或者说是不是艺术的 那么我回归到激浪派这一点呢 就是其实激浪派它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有名 但还是会有一点名 那么其实在激浪派之前也有一个叫达达主义的 达达主义呢 其实比它就是更有名 就是就是更先锋一点 就是虽然是比激浪派更早很多年 但是它的观念其实是会更先锋一点 那么激浪派呢 它其实是说 它觉得达达这个主义应该更具有就是 更就是传承一些东西 所以它做了一些那么这个激浪派它就是非常非常反艺术的 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像我说的是朴素出发点 为什么叫反艺术呢 就是在它之前呢 它觉得之前的所有的艺术 包括写实呀 一些其他的艺术一些流派 都是为一些特定的一些人去服务 比如说有钱的人啊 或者是一些艺术的上品的人啊 比如说像如果今天来看的话 就我们是不应该去看到这些艺术的 因为它是属于比较高端的那种 所以那这个激浪派呢 它就会认为我不应该这个样子啊 我觉得所有东西都可能是一个艺术 所以呢我可能就是做一个Vlog是一个艺术啊 我在Vlog里面抽自己嘴巴 它可能也是一种艺术 所以呢 它这个激浪派就是说我要反艺术 不过说到反艺术这一点呢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 当一个派别 他想要去反这个东西啊 激浪派 他要反艺术 但是没想到他做的做的 就成了艺术长河中的一份子 所以可见就是艺术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包容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非常的有种反讽 有种黑色幽默 但是呢 又确实表达了激浪派这个名词本身很有意思一点啊 我就是反他 我就反所有的艺术 但是没想到反着反着 我成了艺术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份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的这样一个 我们回想来看这个艺术史来说的话 还是很有趣的 我觉得他们特别有意思一点啊 就是激浪派这个名字啊 就是他们的那个创始人吧 我点一个东西 我什么也不想 我拿个字点就随便一翻 一点 这个激浪挺不错的就叫他 而且这个组织呢 也是非常非常松散的 它没有一个 就是很 就是像沙龙一样的一个艺术 一个团体 它非常松散的 因为它是反艺术的嘛 它认为所有东西都是艺术的 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做一些报刊 他们那些报刊呢 也是非常非常反艺术 就非常出格 它出格不在于一些什么 其他的艺术行为上的出格啊 而在于它这个东西 就是故意做的让人看不懂 所以它的观众也非常少 其实艺术其实是需要观众 如果没有观众的话 那这个艺术流派呢 其实是 就是没有什么展出的一个机会 所以你想象 就是当你作为一个观众的时候 你看到激浪派的一个报纸 你看到所有的 但其实都是比如说就乱写的 或者就是特别反就是反艺术的 就是反文章的 反诗歌的啊 就比如很多当代人师就说 啊今天我很好了啊 就很多人嘲笑这个东西 但这个就很激浪的感觉 就是当时这个艺术作品啊 就是为了反艺术的 所以当时啊 这个期刊呢 它就是 挺反人类的 挺反当时观众的一个 呃 个性的 所以呢 就观众参与的也很少 就好像 比如说你今天你去街上看个报纸 所有东西都你看不懂的 而且它告诉了 我故意就是让你看不懂 而且呢 我也就是不想让人看懂 所以你就会觉得 我为什么要参与到这里面来 所以这是一个技朗牌很有意思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它的初衷还是很朴素的 就是说 所有东西都有可能是一个艺术 那么它在这里面呢 有几个非常有名的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分享的 那个沉默里面呢 它这里面就表达了 就是说一个东西 就是什么是音乐 那么我反音乐 反艺术这样的一个音乐呢 那我就以沉默 比如说四分多少秒的一个作品 就是沉默 就观众就来 这个音乐会来 就听 都是沉默的 所以它是一个 很有就是 反骨的这样一个艺术创作的方法 更不要提 它很多时候 它在创作的时候呢 它明明创作的是这个东西 它说是另外一个东西 比如说它表演的时候 就是大家就是聆听 咬苹果 就这样的声音 就是聆听 就是人在那走来走去的 那样的脚步声 那声音 它说 我这是一个音乐创作 我先锋音乐 对吧 别人说 为什么你这是音乐呢 就为什么我听不到美感呢 他就说 生活中每个地方 都是艺术的东西 所以 G亮派在这一点呢 它其实是想表达这个 其实非常非常朴素的一个初衷 只是说它表达的方式呢 就是要非常非常反对 这样一个艺术 但是呢 就像我说的 它最后呢 也成为了艺术始终的一部分 我可以再举几个例子 让大家去理解 G亮派它的一个初格 那么它G亮派呢 它不仅仅像我刚才说的 它很多东西是反艺术的 它还要混淆 艺术之间的一个概念 那么就像我说的啊 我现在不是在做Vlog 我来做毛笔字 但其实人家 它其实是有这个初衷在里面的 这也是我在其他的Vlog会谈 就是你没有艺术基础的话 你聊很多东西 其实是在就是 假装去说这个事情 但不是真正的去理解它 那说回到G亮派呢 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它就是怎么样啊 一个行为的一个表演啊 我不能叫它是行为艺术 它就把那个头发啊 占了那个番茄酱 你知道吧 然后在一个类似 像写毛笔字样的很长的纸上面啊 比如用这个头发 就是画一条线 然后呢 它说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绘画 它不是一个美术 它就是一个音乐 我觉得这是一个音乐的东西 所以呢 我觉得G亮派它不仅仅是说 在这上面做了一个出格的东西 它其实是 我觉得当时啊 就我看到这些书 它里面去讲的就是 为当时的一个艺术啊 打了开了一个新的方向 我觉得很多东西 它不是说 之前就是画的像啊 画的颜色好看啊 或者之类的 它就是真正的一个艺术了 当时那段时间 其实大家也都不知道 我自己要干嘛 就其实跟今天一样的 我觉得这让我感觉到就今天 我去拍照啊 我比如说就拍风景 然后拍人像 拍什么东西的 就是有一点点死气沉沉 但是当时那个人 他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了 艺术的一些新的方向 其实是可以尝试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 就是很给大家启发的一点 除了约海凯琪呢 这样一个沉默的一个音乐的一个作品呢 那么还有一个事情 就让我特别的印象深刻 就激浪派里面的艺术家 他是要砸一个就是东西在舞台上面啊 砸一个分昂贵的东西 那么这个昂贵的东西 它是一个乐器呢 还是一个其他什么画 还是什么东西 我记得不太清楚了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没有意义去记嘛 就激浪派嘛 就是你说它是砸一个乐器啊 他可能说自己是绘画啊 你砸一个什么绘画的一些东西 他说他自己是音乐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无所谓 我觉得就激浪派让我觉得很开放 很open的去联想这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呢 就是当这个艺术家 在这个台上面 要砸那样一个昂贵的作品呢 那台下有个观众 他就坐不住了 他要上来就说这个东西 你的这个表演呢 我已经理解了 就是砸这个昂贵的东西 你觉得这个东西 不管是去什么昂贵啊 去什么腐朽什么东西 我都理解了 那你能不能不要砸这个东西 好吧 你把这个东西留给一个 其他的艺术爱好者 或者艺术一个学生总可以吧 对吧 就比如说我要 喜欢弹吉他啊 一个非常昂贵的啊 20万刀的一个吉他 我就在舞台上表演 把他砸了啊 我就是表演这样一个作品 那么这个人 你不如把这个东西给一个 就是非常穷的一个 艺术院校的一个学生 让他可以为自己爱好去学习吗 他比如说 他可以去学吉他 对吧 但是呢 这个艺术家不 我就是要表演 就是要砸这个吉他 我就是要表达这种东西啊 这个东西我怎么去表达呢 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不去多说啊 你们去理解 你们可以自己去查查资料 那这个观众他就觉得不行 我不让你这么做啊 虽然我理解了你的东西 但是我不想让你这么做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呢 就是这个观众呢 他也在舞台上去躺着了 他说啊 你要砸 你就先砸我 对不对 那我对他躺着 我不允许这么做 但是呢 我看了这种东西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吉浪派特别有意思啊 他艺术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说 这个东西 它成为了另一个 吉浪派的一个艺术作品 所以从刚才那个例子来说了 就是不管怎么样 它都可以是一个艺术 都可以是个吉浪艺术 对吧 那比如说我在做Vlog 我可以 不说我自己做毛笔嘛 我就说我说做单狗相声 也可以 也是一个吉浪艺术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理念啊 这样一个想法 还是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 今天我们很多很多东西 我们都已经司空见惯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 他这样想法 虽然说有打打主义的一个 先驱者 对吧 他已经做了实践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 他们能去自我的去做这样一些艺术表达艺术的一些探索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敬佩的一件事情 那么吉浪派呢 有几个特点吧 我觉得 第一个特点 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它是个反艺术的 但是它这个反艺术 还是我强调 它不是反对艺术 它是反艺术 但是实际上它最后 还是在艺术的历史长河中 被融入进去了 第二点呢 就是性 其实有很多裸体啊 很多东西的在里面 那今天我不在这里去过多的去讲 也许后面我会给大家去讲更多的 这关于 呃 吉浪派里的 性理的一些 关于身体的一些思考 另外一点 我觉得 还是我刚才一直说的 就是比如说咬苹果啊 走路啊 这些东西 特别它跨界的去混淆艺术的一些 呃 边界 还有一些门槛的话 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混淆了艺术的边界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我从这里面去学的东西 就是说我如果去更多的更深的去思考摄影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我不仅仅只思考摄影 也许思考一些声音 也许思考一些文化 也许思考一些文学 那么摄影里面怎么去混入声音 那么很多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尝试去打破的 去尝试做一些新的创造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我从这里面学到的一些东西 最后我想提几个艺术家和几个 就是稍微比较鲜明的一些作品吧 一个就是小野杨子 那么小野杨子的微笑 它是一个激浪派里面很有名的一个作品 还有一个就是白南准 他这个艺术家也是一个 在里面非常先锋的一个艺术家 但是我不是很想提这几个 因为这些作品里面可以去搜 但是我另外一个特别想提的一个就是 其实它给我带来了更多的思考 就是这个博弈于斯 博弈于斯他其实就做一些艺术 他是非常非常激进的激浪 他非常激进到什么程度 不大家想到一定是什么裸体 应该是什么的就是 也不能叫华弄取宠吧 就是说其他的方式的边界就是很混边界 那么我觉得他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思考 其实是关于政治生活呢 关于就是国家的一些东西呢 就是他觉得一个激浪的一个更激进的一个东西呢 他不是说改造我们的艺术生活 就是不是说我要把艺术边界混合一下或者什么之类的 而是说真正的改造生活 我印象很深的他那个作品呢 他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种树 他不是说我要改造艺术或者改造我身边这些东西 不是说我今天去给大家去做 咬苹果就是一个艺术作品的 他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改造社会的 改造整个社会 他其实是我激浪派的一个最激进的一个艺术行为 所以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作品带着大家去种树嘛 因为深刻的不是说这个艺术行为 而是说他让我想到 我们今天呢社会中的很多很多的行为 他也是一种激浪的一种就是表现形式 所以这是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改造社会啊 改造我的身边这些人啊 可能也许参加什么竞选呢 他也是一种激浪派的表现形式 所以这是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东西 好吧 那今天的vlog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 我看了一下我录的时间还挺长的 所以最后剪辑下来 估计又是一个比较长的vlog了 那么关于激浪派呢 如果你从这里面学到的一些东西 能有一些其他的看法的话呢 我也非常欢迎你跟我去交流 或者说我自己去分享这个东西有什么缺陷 我有一些东西没有理解到 没有get到的 也欢迎让他们去评论 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 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的vlog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